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大家收看《开市感囊》 首先和大家跟进加密外围股市的收市情况 美股全面低收 中美贸易紧张关系持续 投资者对经济形势的忧虑继续困扰大市 资金流向债市避险 美国三个月期和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到 预示经济可能含入衰退 另外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 交易商认为 联储局在6月9月会议上减息至少25个基点的机会 升至5成8 道瓶斯指数一度急跌超过400点 跌穿25,000点关口 跌幅收窄 收市报25,126点 标准普洱500指数 收市报2783点 下跌19点 纳斯特克指数 收市报7547点 下跌60点 而个别股份方面 强生股价下跌超过4% Facebook和Alphabet跌超过1% 苹果跌0.5% 而晶片股普遍可以回升 费城半导体指数升0.4% 至于美国上市的港股预台证券就个别发展 腾讯折合港元部325.3.5% 汇控折合港元部65.24% 中移动部69.94% 中联通部8.26% 中国人秀部18.43% 中学邮部12.97% 中石化部5.57% 中石邮部4.45% 欧洲主要股市下跌 市场关注中国可能限制 向美国市场供应稀土 都不利投资情绪 伦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报7185点 下跌83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 收市报11837点 下跌189点 巴黎剑指数报5222点 下跌90点 商品期货方面 中美贸易战引发市场对原油需求减弱的忧虑 油价表现波动 不过石油输出国组织减产 和中东政治局势紧张都限制供应 对油价带来部分支持 纽约旗油收市报每桶 58.81美元 下跌0.33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 69.45美元 下跌0.66美元 金价方面 金价上升 紐约期金收市报每桶 1281美元 上升3.9美元 上升3.9美元 美元会价靠稳格 另外避险货币 日元和瑞士法郎上升 受到中美贸易战持续的忧虑影响 南非、南特、巴西、雷亚等 新兴市场货币都遭到抛售 对大宗商品 敏感的奥元和新西兰元 就要下跌了 美元兑港元最深报 7.849 日元109.51 歐元1.1138 英镑1.2624 瑞士法郎1.0073 加元1.3516 澳元0.6918 扭元0.6514 美国国库债券方面 十年期的债券息率是2.250 三十年期的债券息率是2.68 接着跟大家跟进一下港股的开始表现 今早恒指高开83点 报为27,319点 但见到现在升幅慢慢收窄 升大约27点 报为27,261点 而国企指数升48点 报为10438点 大股成交金額 暂时是45亿元左右 至于A方面 看到主要指数暂时 要偏远 上证跌17点 报为2897点 深证跌79点 报为8931点 而创业板指数跌大约9点 报为1487点 暂时跟大家跟进到这里 现在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我们稍后再见 要财Moneyhunter提提理 现货黄金买入价1278.89美元 卖出价1279.37美元 现货白银买入价14.3723美元 卖出价14.4255美元 以上资讯由要财Moneyhunter提供 我们下期再见